农业经济文明下的中国社会 一直被经世致用的实用思想所主导 对于思维逻辑的探讨少之甚少 但在诸子百家时代 却有这样一支学派 明家专门研究纯粹的逻辑论 胡适考究发现 明家的出处极有可能来自于墨家 究竟明家学派与墨家又何等关系 为什么纯粹逻辑思考 最终没能延续流传 且听先生娓娓道来 我们下面讲明家 明家一般同学会比较生疏 所谓明家就是逻辑论家 中国古代明这个字 各学派都有各学派的含义 老子讲明 道可道 明可明 孔子讲明 正明 各家都讲明 但我今天在这里所说的明家 是指概念论者 逻辑论者 叫明家 那么 韩飞子在他的显学篇中讲 如分为八 别墨 别墨 别样的墨 胡适一句上述的考究 说相夫式之墨 就是宗教之墨 相礼式之墨和邓灵式之墨 就是科哲之墨 由于后两派所形成的逻辑论派的墨家 他们讨论的是墨变部分 也就是墨子书经上下 经税上下 大曲小曲这六篇文章 那么 曾经被一个近代的人叫鲁胜 做了专门的考验 书名叫墨变处 所以胡适又把庄子所说的别墨 也叫墨变派 也就是墨家逻辑论的这一个分派 最后演成明家 明家 我在前面讲墨子的时候我就讲过 墨子代表手工商业者 是中国中原先秦时代 工商业文明萌芽的代言人 而工商业文化思绪本身 就倧向于哲科之思和哲科文化 因此墨家必带出墨变 这么一脉思路 那么别墨所讨论的哲科思脉 在他们的著作和讨论中相当的广泛 比如它涉及知识论 它谈知分三个层次 叫观能也就是感官 感觉也就是感性 知觉也就是感后面汇总的那个知 意识观念 然后他们谈酒也叫咒 我在前面讲课讲过 咒在中国古代指时间 谈雨叫空间 合起来叫宇宙 然后谈指 就是今天志气的志这个字 志是记录的意思 在这个地方是记忆的意思 所以他们讨论这些问题 讨论得非常之细 说知而不以五路 睡在酒 这句话什么意思 说你如果获得的知识 不是从五个感官而来 视觉 听觉 朽觉 味觉 触觉 这叫五路 如果你讨论的知识 不从这五路而来 从哪来 从酒 从时间之前的记忆中来 然后 他们讨论知识 把知识的来源分为三类 叫文 也就是传闻 耳朵听到的 睡 也就是推论 亲 也就是经验 在各个方向上 探讨人类知识的来源 像这种丝脉 你在中国其他柱子百家中 决然见不到的 他讨论明实论 他说 所以为明也 所为实也 他说你所讲的东西 就是那个实体性的对象 他说你说出来的那个概念 就是主观的明 然后他在经上篇中 把明又分了三类 叫达 类 斯 大家知道哲学上探讨这些问题 探讨得非常细 所谓达指共相 所谓类指类别 所谓斯指属相 我想大家 如果你读过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你就会知道 罗素专门讨论过 共相和属相 在西方哲学史 两千多年里 迄今都没有讨论清楚 它是哲学上的重大难题 这些东西 在中国的名价中 曾经当年就有过相当像样的探讨 然后他谈是非论 谈逻辑推论 我只举一个例子 他有一段话 叫小顾和大顾的争论 所谓大顾 就是完全因 所谓小顾就是部分因 我这样说大家听不懂 我换一个说法 大家知道人类史上 第一个缔造逻辑学的人 是古希腊时代最后一个 哲学级大成者 雅里士多德 他建立了第一门逻辑学 叫形式逻辑 他在形式逻辑中 讨论演绎逻辑 他用的是什么讨论方式呢 叫三段论 我举一个例子 我在哲学课上举过这个例子 大前提 也叫大顾 凡人皆有死 小前提 也就是中国名家所说的小顾 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 苏格拉底必死 这种三段论的推论方式 是雅里士多德研究形式演绎逻辑的 一个基本探讨方式 上段我们说到人类史上 第一个缔造逻辑学的人 是古希腊时代最后一个哲学 其大成者亚里士多德 他提出三段论的推导方式 来展示最基础的演绎逻辑 而名家学派再次做得更为极致 名家学派在逻辑探讨上 到底做出了哪些贡献 且听先生继续讲述 大家注意雅里士多德探讨这个问题 中国名家照样探讨 他这样讲 他说小顾有之不必然 无之必不然 他说小顾就是小前提具备了 你不一定结论就必然能得出 但是如果小前提不具备 小顾不具备 那么结论必然得不出 他接着讲 大顾有之必然 无之必不然 就是雅里士多德所说的大前提 如果缺失必不然 如果有必然 大家想想我刚才那个三段论 这个讨论方式是非常恰当 也就是演绎逻辑 在名家那里也做过详细的推导 那么他谈逻辑 逻辑论谈得非常之细 把人类的思维逻辑 居然分出七种方式探讨 我做一个简单说明 第一 或 所谓或就是或然 所谓或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可能 当你判断一件事情是或然判断 也叫可能判断的话 那么他就不能否定另一种可能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这是一种推论方式 再一种叫假 所谓假就是虚拟 大家记住我在讨论古希腊哲学的时候 它的一个重要思路 叫假设与证明 所以中国明家讨论过假虚拟和假设 成为逻辑论的一个重要通道 这些问题明家居然关照到 然后孝 所谓孝就是演绎逻辑 B就是实力类比 某就是词相类比 圆就是类推 推就是归纳逻辑 它居然把人类逻辑使用方式 分七种方式一一探讨 达到极高的水平 也就是在问题的最初提出上 达到非常广阔的视野 但却没有纵深的研讨 然后哲学思路一旦发生 哲学是科学之母 科学思路一定随之出现 因此明家就有一系列科学问题的探讨 或者叫科学前提问题的探讨 如果我们把近代 从哥白尼加利略之后的这个科学 称为科学 那么我们把古希腊和中国明家时代 那个科学就可以称为 博物学和科学的前身 它没有形成现代科学 假设证明实验体系 但是他提出了后来科学思路的基本问题 叫分门别科之讨论 所以分科之学出现 所以在明家曾经讨论过算学 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学 行学 相当于我们今天讨论的几何学 光学 力学 心理学 经济学 以及政治学等等 他们这样分科之学的讨论 表达出紧随哲学思脉 而出现的科学思路的萌芽状态的展开 在明家那里都能看到 所以中国明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以及先秦诸子百家的一个异类 非常奇怪的一个异类 明家当然有一个麻烦 就是中国明家 跟我前面讲庄子一样 他们会提出很多哲学问题 却不具备用精密逻辑深入探讨的逻辑功力 而且他们总是穷向于尽快地 落实到变是非的状态中去 大家知道中国人有一种习惯 包括文人做学问有一种习惯 我们普通人 一旦学习 立即就像落实能用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习惯 我们的文人 研究任何问题 总是过早地 过快地想得出结论 这又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真正的学问 真正的研究 绝不能急功近利 但凡你急功近利 它就一定流于浅薄 因此普通的文化学习 你不能急切地想着 它怎样能够应用 一旦你想到这儿 它的深层 你一定被遮蔽掉 做学术的人 你绝不能着急得出结论 你最重要的是把逻辑证明做严谨 而中国文化界 学术界 包括学者们 总有一种过快地想得出结论的倧向 这是一种非常肤浅 非常急功近利 非常茅草的做法 那么中国的明家 由于在中国农业文明偏于实用的文化海洋中 所以沾染着这个传统的恶习 导致明家所有问题提出达到的圆满程度 挤进于古希腊 但探讨的深度和发展的余量却被限定 所以明家谈明辩的目的 他说了六项 也就他说很着急着要得出结论 很着急着要落实为应用 从而构成思想纵深的却是 请大家记住我在讲西哲课的时候 我一再讲真正的大学问是纯粹物虚的 他绝不讲实用 他只在纯思想上寻求最严密的论证 把逻辑功夫做尽 一切证明皆为逻辑证明 哪怕实验证明 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广义逻辑证明 那么如果一旦物虚之学 急于物实 我把它叫物虚之学偏落实 那么你的物虚之学 或者思想的纵深 一定会受到严重的干扰和中断 我讲这些 也希望各位听我课的同学 在听我课的时候 尽量去听懂他身在的含义 而不要急于拿他去应用 如果你想做某项研究 请你记住 结论不重要 证明推导才重要 前面先生指出明家思想纵深性的确实 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偏实用的传统密不可分 明家的两大开山鼻祖 在历史上也赫赫有名 分别是与庄子论道的惠子 以及白马飞马论的作者 公孙龙 来看先生是如何一一阐述他们的思想 明家最著名的人物 有两个 一个就是我前面提到庄子的朋友 惠师 史称惠子 一个就是公孙龙 历史上也叫公孙龙子 诸子百家的子 我们先简单说一下惠子 惠子也是宋国人 跟庄子同一国 而且跟庄子同时代 两个人相无论学 关系亲密 惠子的著作 肯定是有的 因为庄子说惠子 书无车 历万物说 就是惠子的著作 竟然拿大车要装五车 当然古代是写在竹简上 一大卷竹简也写不了几个字 所以五车 但是在古代也算是大学究了 李万物说 显然讨论的是哲学问题 但是惠子的著作全部异散 我们今天知道惠子的东西 全都从庄子这本书中 做点滴了解 然后学界总结 惠子学说最大的特点 叫合同仪 就是把万物的差异 这个东西抹杀掉 寻求它们的共向 惠子讨论过很多奇怪的问题 大家听一听 他讲山渊平 他说高山和深渊深谷 其实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你今天听起来很奇怪 或者很荒唐 可是你想想 你所说的高是什么 你所说的低是什么 如果地球是一个球体 转到这个方位上 山峰是最高的 转过来 山峰是不是最低点 也就是说你在一个更宏阔的眼光 高低之便是你的主观 未向的一个设立 所以他讲山渊平的时候 是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上 讨论问题 以至于现代有学者说 当年惠师已经提出 地缘和地洞说了 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肯定 惠子当时认为大地还是个平板 但是他能这样讨论问题 足见思虑之身 比如他又讲天地比 也就是天和地是一样高的 他跟山渊平那个论证是一样的 他又讲齐秦西 大家知道齐国在中国的最东部 秦国在当时中国的最西部 他说齐秦实际上 在东西方向上是一回事 叫齐秦西 这个说法也很有道理 比如你想 齐国在东面 如果你从秦国出发 你得向东走才能到齐国 可是他说 他的意思是 这两者是一回事 从秦国你往西走 照样到齐国 这说法成立 地球是圆的 你一直朝西走 一定绕到齐国 也就是说 他的那个论证方式 你拿今天的思路看 很奇怪 很贴切 可你看不到他的论证过程 因为他的著作丢失了 我甚至怀疑 绘师的著作不丢失 他有没有详细的论证 他如何论证 恐怕都是个重大问题 但是他有这一脉思路 真是令人震惊 比如他又讲 欲有虚 他说老太太是有胡须的 这说法今天也成立 大家知道 所有女性 她是也分泌雄性激素的 她只不过在青年时期 她的雌性激素 压过了雄性激素 所以女性的雄性激素 不表达 那么到老了以后 雌性激素下降 个别女性是开始 慢慢确实长点胡子的 就像男性 在公年期以后 有些男性乳房会发育的 因为男人也有雌激素分泌 当他搞完铜下降的时候 他的雌激素 会把女性体征带出来 我不知道他当年 是怎样论证的 他说老太婆会有胡须 这个说法 跟今天的生理学 十分切合 他又讲 卵有毛 他说鸡蛋是有毛的 这个说法也很对 我们今天知道鸡蛋里是有基因的 浮出来的小鸡 之所以有毛 是鸡蛋的基因里 有毛的基因 这说法成立 他又讲 白狗黑 他的意思是 黑和白是一个主观设定 这说法也成立 请大家想想 颜色不是客观存在 颜色只不过是 波长在试中数的错觉 所以你会发现 会诗讨论的问题 你站在今天 大信息量的 这个知识体系下 居然全都是有根据的 可你找不见他的论证 很可惜 输武车 尽散尸 我再说一遍 根据我们看到的 中国古代 末家 道家 和 明家 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一家 有实际的精密逻辑探讨的 这个功夫 因此我怀疑 即使会师的五车书都保留 你也未必能找见详细的论证 但思路能达到这个点 已经让人非常惊叹 好 我们下面再看一个人 公孙龙 公孙龙比会师 大约十五十多年 因此公孙龙跟会师 庄子这些人 不在同时代 公孙龙是赵国人 曾经在平原军门下 做过事 那么公孙龙的书 也基本上全部易散 只在《班固汉书一文志》中 留下了公孙龙十四篇 公孙龙学说的关键点 叫离间白 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 就是分别属相 我们前面讲 会师是合同仪 就是寻求共享 而公孙龙是分别属相 这是他哲学探讨的总纲 公孙龙也讨论过很多问题 比如鸡三足 说鸡有三条腿 为什么我们后面谈 他还讨论过一些 很有意思的问题 跟古希腊哲人 讨论的问题完全一样 大家听他这么几段说法 一个叫飞鸟之影 未尝动也 请注意这个字是风景的景 影子的影是在旁边 再加三篇 这个字在古代是景和影 是通甲字 所以这个意思是飞鸟的影子 是不一定动的 他又讲 足势之急 而有步行 不止之时 他说射出去的箭 有时候是不动的 大家再看 公孙龙还谈过一个问题 叫一尺之锤 日取其半 万事不结 他说一个一尺长的木锤 你每天斩它一半 万事不结 你永远把它分不完 也就是无穷二分法这个问题 他探讨过 可是我们见不到证明 那么我们看一下古希腊 古希腊当年出现了一个很别致的哲学家 巴门尼德的弟子 叫芝诺 芝诺曾经讨论过四项悖论 非常有趣 哲学上的论证也非常深入 我在这里只讲他的两项论证 大家听一下 芝诺曾经谈了一个问题 叫阿基里斯追归悖论 阿基里斯是古希腊众神中跑得最快的那个神 芝诺说 说如果让一只乌龟先跑一场 然后让阿基里斯追这只乌龟 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 他怎么证明呢 他这样证明 他说乌龟先跑一场 阿基里斯如果要想追乌龟 他一定首先要跑完乌龟 跑过路程的一半 他要跑完这一半 他就必须先跑完这个一半的一半 他要跑完这个一半的一半 他就必须又先跑完这个一半的一半的一半 也就是二分法不能穷尽 如果二分法不能穷尽 那么阿基里斯就永远追不上乌龟 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 尽管在实际上 阿基里斯两步就超过乌龟了 可是在逻辑上 资诺的论证成立 细今你都没有办法颠覆他 这跟一尺之锤 日取其半 万事不结 讨论的完全是一个问题 大家再看 资诺又讨论一个问题 叫飞视不动 就射出去的剑其实是不动的 大家看 他跟这个飞鸟之影未常动 也足视之极而又不止之时 讨论的是完全同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看不到明家的证明 那么资诺怎么证明呢 资诺这样证明 他说一只剑在没有射出去以前 它要占据一个空间 如果我们把这个空间 设定为若干个点 那么你说射出去的剑是运动的 那就相当于 它在某一个瞬间 它既占据一个点 又不占据一个点 这在空间上说不通 因此飞出去的剑一定是不动的 请注意 资诺的证明 引申出一系列非常麻烦的问题 迄今都不算回答完 什么叫运动 什么叫静止 什么叫时间 什么叫空间 又知道这些问题 人类一直在探讨 迄今都没有最终结论 那么 公孙龙提出的这些问题 和古希腊支诺提出的问题 从问题上看完全一样 从论证上看 一方严重确实 这就是中国明家的特点 因此 我在这里讲支诺的论证 我是用最简单的方式讲 你要想了解细节 你得去读支诺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 这些东西表达了 中国明家哲科思路萌芽 在先秦时代出现 却没有近身之道纵身之思 而且当年 他们讨论了很多 非常深刻的问题 比如至大无外 至小无内 你想想 他讨论 他说最大就没有 在这个大的边界以外 就没有任何东西了 叫至大无外 这很有点像 我们今天的宇宙论 你想想 那个宇宙外面是什么 你是无法想象的 至小无内 很有点像 我们今天的原子论 和粒子学说 到基本粒子的最小点 他已经没有内涵了 你不能再分了 他的思路都纵深到这种程度 中国先秦时代的明家 如果有哲思之纵深 我们可以想象 中国后来文化 绝不是今天传统文化的样态 它表达的跟墨家 跟道家 跟庄子 有共同的性质 有共同的确实 就是精密逻辑的 论证功利的确实 所以明家构成中国 先秦时代 极为灿烂 又极为可惜的 一个文化萌芽之家 它的来源有两图 一个就是别墨 一个就是道家 而会师到底是哪一个学派 我们现在不能说得太轻 但根据它跟庄子的良好关系 我们可以判断它是道家 所以中国的明家 有两路来源 一路就是老子哲思的延续 一路就是墨家别墨的滥商 它是这样一个东西 衍生出中国的明家 那么我们略微看一下 公孙龙留下来的一点点文字 我们就知道他们当年讨论一些问题 是一些怎样奇怪的问题 比如公孙龙在《坚白论》中 说了一段话 他说 物白焉不定其所白 物坚焉不定其所坚 不定者坚物护其实也 什么意思呢 他说一块白色的石头 它的白色并不限定在石头上 其他东西也可以是白色 他说一块石头很坚硬 你是因为它坚硬说它是石头 可坚硬这个属性 也并不仅仅限定在石头上 其他东西也可以很坚硬 那么你凭什么说 一块白色的坚硬的东西就是石头 你这个判断有问题 大家注意这个探讨 是非常有意思的探讨 他在探讨物的属性和物本身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家知道西方后来的哲学到古典哲学以后 贝克来讲 万物只不过是感知的集合 白是视觉 尖是触觉 你所说的那个石头存在不存在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的视觉和触觉 这个集合缔造了对象 这些问题的纵深探讨 形成认识论哲学的步步纵深 好 我们再看 他在变通论中谈 他说鸡有三足 说鸡有三条腿 他这样论证 他说未鸡足一 他说你说鸡有足 这就已经一条腿了 数足 数一下鸡的足二 数一下鸡有两条腿 所以有三条腿 你今天听着好笑 你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想问题 但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哲学就是这样讨论问题的 你所说的鸡足是什么 鸡足和真正存在的那两条腿 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是需要探讨的 什么叫感知 感知跟对象究竟是什么关系 他是在探讨这样的问题 他讲白马非马 说马者所以命行也 白者所以命色也 命色者非命行也 故约白马非马 他说你说马 你是因为他马有那个马的形状 你说白 是说马有那个颜色 但是呢 命色者非命行也 白马的那个颜色 跟形状不相关 因此白马不是马 他是说你的这个感官 获得的物的属性 和你那个感官 获得的物的属性 你凭什么把它们作合在一起 就认定它是对象 这都是认识论上的重大问题 大家要知道 后来古典西方哲学 发展到认识论的时候 由这些问题开端 纵深到极为复杂的状态 从而才让人类理解 我们的感知 和我们所说的世界 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个重大问题 所以呢 我们会看到 他讲白马非马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些 重大的哲学论题 在先秦时代 就开始讨论 其讨论的提前程度 甚至高于古希腊 大家知道这些话题 在西方哲学上 都是在近代西方古典哲学 也就是17世纪 底卡尔以后的哲学讨论 才纵深的 所以明家当年 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甚至说一段话 让我十分吃惊 叫 止不止 止不觉 这段话非常难于理解 止 就是止为命名 你止为一个东西 就是你感知和命名一个东西 凭什么 凭你对物的属性的感知 比如这只杯子 我看到它是黑色 我摸到它很坚硬 我看到它的圆形 我看到它中空 这都是这个杯子的属性 那么这个杯子的实体 这个杯子的属性内部是什么 我不知道 他说你感知万物 都是止不止 就是你拿属性感知万物 因此你永远够不着万物 够不着物本身 他说物本身 你通过止的这种方式 你追究不到根本 这叫智不觉 你想拿属性对应的感知 获得物的根本存在 根本的本性 你永远够不着 这个哲学话题走得非常之深 我们人类所有的感知 都不过是对万物属性的偶合 是拿我们的主观感知属性 对应物质的对应属性 你的视觉只感光 你的触觉只感形 你的听觉只感震动波 你是通过属性 跟你感官主观属性的偶合 客观物体发出的对应属性 和你主观感知属性的偶合 获得对象的感知 由于你感知的永远都是属性 因此你不知道物的本在是什么 这些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哲学问题 迄今都不能算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而当年的名家居然就预见到这个问题 而说止不止 属性够不着本性 止不觉 拿属性追问感知 永远到不了头 这都是达到极高水平的一些问题 我再说一遍 极为可惜的是 没有最终的证明体系 从而使中国的名家 包括庄子的种种学说 最终都流落为 中国文人茶余酒后的笑谈 就是中国的名家最后没有发展成一个学问系统 哲科系统 却成为中国文人以后的一种开玩笑之间的谈资 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明家是非常次要的 而且当年的荀子 对明家评价极低 就认为他全都是奇谈怪论 而且玩弄的词汇看起来很漂亮 看起来看得很深 但是没有任何实惠 就是没有任何实用性 辩而无用 多事而挂工 辩来辩去没有任何用处 事情说的很多 结果却没有任何功用 不可以为之刚机 也就是没有政治社会意义 荀子的这段评论 典型地表达了中国文化 求实用 求实质的这个短视的目标 而中国名家本身的缺点 最终使明家的这些 深刻问题的探讨 流落为笑谈之滋 十分之可惜 本节课先生带着我们 梳理了明家学派的由来 代表人物及其学说的中心理论 同时指出了 其无法摆脱实用主义的阴影 最终在理论上 没能深入发展 中国传统思潮发展 总是受到社会的颇多影响 下一节课 先生将带领我们 走入另一个 深受社会影响的学派 砸家学派 敬请期待 by bwd6